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 從海外或台灣經機場抵港人士 7天檢疫措施的新安排 在出外期間不能參與任何除去口罩的活動 而出外在每天快速的抗原測試陰性的情況下 是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上班和進入商場 百貨公司和街市等等 在3加4的方案期間 獲法皇馬的人士 不能進入有主動核查疫苗通行證的表列處所 以及安奧院、殘疾人士院舍、學校和指定醫療處所 但到這些地方上班、上學和求診的人士就不受限制 剛才的數據大家看到 我們通過3天的酒店檢疫 其實已經可以找到8成的輸入個案 而我們很相信用4天的居家醫學監測 是同樣可以找出這些輸入個案 而阻截了社區的傳播 我要強調的是 3天的酒店檢疫之後 其實這些旅客確診的風險已經低於1% 我們現在在社區的感染 其實是超過這個數目的 李家超說 今次推出新安排 是特區政府防疫政策的重要一環 特區政府的整體防疫政策有5點 第一 是不躺平 要控制確診的數字 第二 我們會以科學精準的方法 去識別不同風險級別的人士 去減低管控人數和管控範圍 容許最多的日常活動和涉及的人數 第三 是要平衡風險和經濟的動力 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 維護民生活動和香港的競爭力 盡量給社會最大的動能和經濟活力 第四 是要減重症和減死亡 要防止輕症變重症 重症變死亡 盡量減低死亡數字 第五 是要保護高風險的人士 包括一老一幼 和長期病患者 有些蹤事 第二 是要憎患者 是不是 לעuffs